观众你好 我手里拿的这两本杂志呢 是沃泰华地区 By Heaven两个社区的 一个社区杂志 这两本杂志在2023年1月份 登出了封面 是一个华裔小组 女性小组 叫做女儿红 这期封面和里面杂志里 登载的他们的故事 惊艳了整个 沃泰华这两个小区 后来收到了很多的 反馈信息 今天呢我就说说这个故事 这个女性小组的名字叫女儿红 女儿红呢是一种 中国的酒 这个名字非常的有韵味 当时这个小组成立的时候 大概是10年前 是有两位女性 一个叫蓝 一个叫君 这两位女性呢 当时他们俩都是陪读孩子 送孩子在这里上学 也办了移民 但是他们的先生都在中国 还在做他们的工作 就来不了加拿大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 包括其他的国家 美国也是很多的 所以这两个 陪读妈妈呢 正好是邻居 近况又相同 年龄也是同龄人 所以呢 他们就同样感受到 来到加拿大 一个人带着孩子 远离丈夫 这种思念 这种挑战 这种孤独寂寞 有时候 然后对自己新的生活怎么办呢 这所有的一切的经历 他们俩都有共同感受 所以他们就成为好朋友 那成为好朋友以后 为了互相支持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 他们俩发起了这个叫 女儿红这么一个女性小组 这个就是呢 这个女儿红女性小组 怎么样来的 那我们再说说这本社区杂志 这个社区杂志呢 是一个在当地的一个免费 每周送一次的这个杂志 那这个杂志呢 是免费的嘛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社区的 比如说房地产公司啊 什么清洁公司啊 什么摄影棚啊 这种小生意 在里面做广告 来维持这个杂志 所以这个杂志呢 我是每次呢 在信箱里收到 我很喜欢看它 最喜欢看的就是它 每期都有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这个封面 有一般来说 都是一个家庭 住在这个小区的家庭 那我注意到呢 我看的这个 每期杂志的封面 这个杂志里面的故事 都是一个家庭嘛 几乎百分之百 是白人家庭 那么在渥太华呢 确实白人这个种族 占的主要的居住 区里面的绝大部分人口 但是呢 小区里面也还是有些 少数族裔的社区 所以呢 我就想 我们华人很多 住在这个小区里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 讲一讲我们的故事呢 那我觉得加拿大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 它应该反映出 各种族裔的生活 所以我就想到女儿红 我就跟女儿红的 两位这个蓝和军 商量以后 他们都很愿意 女儿红族里的女友们 也都说哎 这好可以 我们去讲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联系了这个杂志的编辑部 他们有一个投稿信箱 那就给他投稿以后 就说了这个想法 他们看到以后非常高兴 因为很少有少数族裔的人联系他们 因为这些故事啊都是人们都是volunteer 来主动愿意分享对吧 所以呢他们就派了一个 一个是写故事的一个作者 动笔的来采访我们 来讲这篇故事 另一位呢就是一位摄影师 来安排一个时间来给这个女儿红 这个小组来照相 当时我们选的时间呢 还是因为就想让他有一些中国元素 希望他在一月份发行 我前面说错了 这不是一个周刊 这是一个月刊 所以在去年也就2023年一月份发行呢 那么就马上迎来的就是一个兔年 这样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故事里呢 穿插一些关于这个中国过年的这个民俗 同时呢我们也想 dress up 就是穿上这个中国的传统服装 我还没有说 我是在最近几年 我加入这个女儿红小组 但是我去的比较晚 所以我是这个女儿红的一员 那么联系好以后呢 他们就派了一位作者 写东西的叫Julian 在讲这个小组的这个 他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 这个呢 因为我加入的比较晚 所以我没有特别多的体验 我只参加了一次活动 基本上是 他们以前搞的活动 非常有意思 他们搞活动 你知道我们华人在一块活动 特别是女士啊 做饭啊 Garden啊 叽叽喳喳就这些 他们这个活动不一样 这个就是源于这两位 蓝和君 他们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他一年搞这么几次活动 搞活动的时候 都有 每次都有个主题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有一次话题是关于性 两性关系的性爱 都是女友嘛 而且他们搞那个活动呢 大家都说好了 都穿着睡衣 这样的很放松的来谈 当然这个谈的就是 就在他们这个参加活动的 这几位女性之间 这不能往外传呢 这样让大家放开了 来谈自己对性爱的认识体验 当然这你愿意说多少 说多少 因为在夫妻关系中 在性爱中也有很多困惑 有些羞涩 有一些美妙的地方 也有非常困扰的地方 所以呢 女友们就在一块私下的 就做了这么一个主题 也很有意思 但那时候我还不是女儿红的 所以呢我不知道 他们这个活动到底怎么搞 但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还有一次活动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不在 我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的主题就说 由他们的配偶 也就是先生 给这个妻子写一封信 写这封信呢 是封闭的 在他们来到这个活动之前呢 是封闭的 他们没有看 他们只是说 在活动之前 请求他们的丈夫 说我们搞这个活动 每个丈夫给妻子写一封信 你写什么都行 然后呢就这样了 然后到时候呢 就以大家轮流的 坐的桌子 什么 桌房上轮流 打开信 然后来读 Oh my goodness 那个信呢 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男人呢 实实干干的 干活可以哈 做事情 这个 就是做事情 但是你说 让他们说出来 真的是很少说 我都不知道 有的夫妻 那个当丈夫 有没有真正说一次 对着妻子说 我爱你 I love you 有没有说出这样的话 有的都可能很费劲 但是在这个信里呢 打开以后 一封一封的读出来 特别特别感人 他们告诉我 就是说 都一直在流眼泪 有一位这个妻子的丈夫 他常年的在中国工作 非常爱这个妻子和 妻子呢 是两个孩子在这 然后呢 妻子的父母也在这 所以这个妻子担当 自己有工作 担当了很多 这个家庭的负担 然后丈夫在中国 当然是做生意 在挣钱 但是两个人非常相爱 因为我们知道 这种long distance 维持夫妻关系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后这位丈夫 写的一封信 他读起来就说 哎呀 他说的 那国大华的冬天 是不是很冷啊 你们的暖气 是不是开得够啊 就是充满了那种 对他们的关心 关爱 然后就说到 妻子啊 就是丈夫的天 听见吗这句话 妻子就是丈夫的天 这一下这个账 这个妻子 立刻就泪流满面 其他的女友也都 被感动的 就是跟他一块流泪 我现在说到这儿 我虽然没有见识那个场面 我都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这位丈夫 发自内心的表达出 他对他妻子的感谢 他对他妻子的牵挂 两人虽然是远隔 一个是在中国 一个是在加拿大 这样约好了 这样去奋斗 为他们的未来 为他们的孩子 然后这个丈夫主要是提供 这种财务上的知识 对吧 但是他的心里 是惦记着这个家 是爱他 而且他通过这句话 表达出 妻子在他的生活中 是一个多大的分量 你就是我的天 我们现在不在一起 你就是我的天 你那都好好的 你一直爱我 我们一直在一起 这我就够了 这个太感动了 所以每个人都独立 封这个心 我真的是很羡慕 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特别好 像这样的活动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 就反映出来了 然后还有什么 一部分内容呢 就是这个 祖元里面的人的故事 因为我们华人在一起的话 你知道我们华人 是很喜欢抱圈的 就是华人圈 你玩也好 乐也好 学也好 都是在华人圈里 我们很少走出气 也很少让外人走进来 所以外面的社区 这local community 不是太了解 华人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他们可能看到 中国人去买菜了 开车了 送孩子了 That's it 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生活 不太了解我们的经历 尤其是当地的人 我们是一个移民团体 就中国出来的 很多人都是高学历的 出来技术移民也好 留学也好 很多是这样的 然后到这里 重新经历一个洗牌 重新经历 重新开始 这个local people 不是太了解 所以在这里面就 分享了几个人的故事 比如说这里面有 有一位 过去在中国是演员 到这来以后 演员你想 这肯定是要重新开始别的了 大工啊这些拿的都做过 让自己开花店 然后累得很辛苦 特别能吃苦这个演员叫 叫丽颖 长得特别漂亮 我演起来很有才能 但是到这儿 重新开始 后来呢 他又去到college 学了健身教练 这么一个拿到了license 这样他就开始build up 他个人的健身教练的 这么一个business 现在做得很成功 非常好 这就是成功转型了 华丽转身了 还有呢 就是有一位是叫安娜 她自己在中国是一个 好像是生物学的 这么一个学者 后来通过访问学者 然后移民到加拿大 其实她真正 她自己心里的这个梦想 是她喜欢艺术 她的先生呢 是一个画画人 是专业的 美术学员 教美术的这个 在国内大学的一个老师 这样他出来以后呢 就 他们就开办了一个 艺术的这个叫 一个工作室 来教学生 非常有成就 他们的学生 非常的优秀 那么这个安娜呢 她本来是一个学科学的 是吧 也在这边也工作过 但是由于到了加拿大以后 她就投入到 和她先生一起进行 艺术教学的那种工作 她觉得她的梦想 就理想真的是实现了 所以你看人 你不一定学了这个专业 你就搞这个 她真正内心的呼唤 是她热爱艺术 而她现在到加拿大 和她先生一块 能够从事这个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故事 还有一位呢 我只是随便提及一个 就是一位 在中国呢 是一个战地记者 做记者的 专业是学英语的 后来呢 来到加拿大 因为她在战地记者的过程中 前线是哪个国家 就结识了这么一遍 加拿大的记者 两个人就相爱了 然后她就到加拿大 就移民了 到这里以后呢 又重新开始她的职业 做过很多种 最后是end up 她是五十多岁 到法学院去学 把这个法学的这个 学位学下来了 取得了license 然后就先开始 在一个公司做律师 后来呢 就成做自己的律所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 成功的 一个出色的女性 还有呢 这里还讲到 在一个女儿 这个团队里面 就是小组里面 大家都非常的关爱 非常的支持 有一位女友 她就患了癌症 非常突然的 当其他女友知道以后 就那种潮水一样的 支持 给她 让她获得了 很大的力量 然后最后 她这个癌症呢 经过治疗 她也取得了 一定的治疗的成效 所以这些故事吧 都非常的感人 那么还有呢 在这个杂志里面呢 还讲了一点 春节的故事 春节是怎么样 初年是怎么样 然后华人 在怎么来庆祝新年啊 比如吃饺子啊 发红包啊 也说一些这些事 所以呢 这个杂志呢 这个故事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然后由这个 这个作者呢 他去编写 他写完以后 他也给 给这几个人看一看啊 你们修改修改 是这样 然后呢 再说这个照相 照相也特别有意思 照相他们是 这个杂志社的 请了一个摄影师 其实这个摄影师 他自己有自己的business 但是他为这个社区杂志服务呢 可能取得一点点收入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但是他做了摄影呢 他也把自己的这个business 也是展现嘛 因为他有这个技能 大家知道 哦 这一位叫奥林 他是做摄影的 然后这摄影呢 一般他以前摄影呢 都是这个家庭呢 在户外做一张 照几张照片 一个合影 然后在这故事里面呢 又会插入一些插图 就摄 照好几张照片 那么我们在跟他商量的时候呢 就说 哎 我们这回呢 要做一些有中国元素的 所以我们都穿上中式的服装 拿些一些过春节的一个 写什么小灯笼啊 什么什么 福字啊这样的 哎 他很喜欢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呢 就决定了在一个人家里 一个女友的家里 来照几张照片 他就拿着相机 拿着相机 其实我们也 他是一个专业摄影 可拿着灯光什么 没有 他就是一个大相机 走一下又一下 就拍的挺随便的 当然也拍了几个合影 然后又随便 我们正在说话 他就在那 就拍了 很有意思的是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里看到一点 中西的这种 对于文化的这种 理念的有所不同 当时他拍完以后呢 他就把这些做成一个集 然后就是编上号 然后就发给我们内部 我们几个这个相当于是组委会吧 就是这个蓝军呢 还有几个 还有包括我 还有几个人 先看一看 那看的过程中呢 因为他是这样 他杂志选这些照片的时候吧 他是由他来选 就是他杂志里面 由designer去选一些照片 就从他照到里面找 然后呢 一个是放在封面 一个就是放在里面的故事里面 也有一些差页 然后呢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由他们订了 没说的 还有呢 就是他这个照片呢 照了很多很多 他说呢 你们如果愿意购买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们 这样呢 我们就把他的照片 在他弄了水印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看 说大家是不是愿意买呀 我们可以一块集资 就几个人都要共同 怎么怎么算一算 这个要付钱的 那这个有意思就是 我们一看他那照片嘛 我们这些中国大姐们 我们这些华人大姐 华人大妈妈 就有的人就不喜欢他照了 为什么 因为他照的呀 他就是 他是专业照照照相 但是他没有用什么美颜 所以那人呢 你看他脸上啊 哇哇 什么这些啊 皱纹呢 就是看着挺粗糙的 这样有些姐妹说 我不要 不买 怎么照的照片 这么粗糙呢 你就是能不能 给我们照好看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私下里就分了一个 华人的一个摄影 这是一个小美女啊 年轻的 她喜欢摄影 所以她比较懂 那她也不是专业搞摄影的 我就问她 你看这个西眼照照片这样 我们的那个女友都说 这个照的不好看 还挺奇怪 你这专业摄影怎么摄影成这样 后来那边呢 就是我认识这个小美女啊 这个摄影师 业余的叫Sophie 她说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 和local people非常不一样 local people 她就是 她认为这个就是美 非常真实 抓住你当时的神态 而我们已经看惯了 美颜呢 修炼呢 什么什么 所以呢 所以我就 通过这件事 就看出来 这个观念非常不同 那么这个写出来 这个文章采访 然后又照相 然后他们又进行编辑设计 再发行 它这个虽然是一本社区杂志 其实它也是一个 非盈利的business 它的主要的工作人员 可能是还pay的 就是有收入的 但收入也不会特高 但是他们是整套的 这个包括这个设计 然后后面是打印 出版发行一套的这个流程 那么最后呢 就发出来了 发出来以后呢 很有意思 首先我们接到反馈 就是周围的朋友 就是华人家想 哎呀小东 我看到你们那个 真好 说的这个灯出来了 真好看 我们华人上社区杂志了 那我们住在这个小区的 很多华人家庭 他们每月就收到 这张杂志看一看 对吧 他们也没有联想到 自己会这样 当他们突然拿到 这个一份杂志 说 这里面全都是华人的面孔 穿着中式的衣服 拿着灯笼 他就relate到他自己了 说哎呀这个 而且有些人还说 这个我还认识 这个谁谁 这是小东 还认识 然后我就收到微信了 就收到朋友的时候 哎呀你们那个真好 这个故事讲得好 而且照片也特别好看 你看他们 他说我就没有想到 像我先接到的一个祝贺 是来自我以前的 参加一个舞蹈团 那个舞蹈老师 他说哎呀真好 我说你也可以去啊 你们那个舞蹈小组也可以去主动的去跟他们联系 把我们华人社区的故事搬上去啊 这是华人社区的反应 都听到很多的美誉 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光是女儿红这么一小组的故事 这些故事其实对华人来说我们都是挺熟悉的 但是他们觉得非常proud的说哎呀我们华人的这个美女大妈们登上了local的 你知道local好像他们觉得local跟我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但一看哎我们可以有关系啊 我们也是这个社区的一员呢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要发生 你需要有一个stand 就是someone 有一个人要提出来 你要去联系编辑部 因为他们不可能找到你 你要有这个主动这个目的的时候 我愿意去分享我们华人社区的故事 分享我们家的故事 分享我们社区的故事 让社区了解我们 同时我们分享这故事 你就是社会的一员呢 而且你就是这个社会多元化 是不是这就有了亚裔的面孔了 就不光是白人家庭了 可能后来我逐渐看到又有印度籍的家庭 是吧又有什么黑人呢 就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嘛 就多元化你都想听到各种人的故事 这样的这就是社会的故事 那后来呢这个杂志社呢 编辑就非常给我们写了感谢信 然后还说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好多反馈信了 然后就转给我们一看起反馈信都非常的热情 哎呀真是amazing beautiful story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一期这故事太好了 亚裔面太好看了 这个简直就是说 惊艳了整个这个local的社区 因为他们平常见的这个普通的家庭呢 突然来这么一个故事 因为不一样 对吧 他们很喜欢里面的故事 喜欢这些封面 喜欢我们穿的衣服 然后呢看到人的故事这里面 他们觉得很鼓舞人的 很受鼓舞 这个我们下次见 所以 mają好 있어서 我看起来 谢谢你 ifficj